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比老师 这个影片要示范的是用超音波模组 工满教具的超音波模组 来进行9年级的运动学实验 在国中的运动学实验 大概还是以定性分析为主 我们是用教具取得一些定量的数据 但是我们最后大家会先用定性的分析就好 可以看到超音波模组这边 有在侦测超音波来回的一个时间 我们如果把上面按下去 这个跟之前超音波模组的功能是一样的 它会记录到就是显示说它的距离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我们如果把这个滑车释放开来的话 可以看到它一路往前走 这个数字都是还有持续的在增加的 那代表 代表这个我们这个摆放的位置 代表我们这一个滑车摆放的位置 跟超音波模组摆放的位置 可以这个顺利的侦测到滑车从头到尾的位置 它都抓得到 代表这样子的摆设是完毕 是ok的 那如果发现说跑到后面 它其实这个数字就不太跳了 可能这个参与模组 可能有些歪了 或者是太朝上朝下 那叫修正一下 好 那我们这个设置 ok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开始进行我们的实验 好 那我现在呢 这个滑车的是用一根绳子绑子 然后另外一端有滑轮去拉入一颗砝码 这砝码是50克 然后我们就是用50克中的力量去拉拉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用这个装置来做实验 那这个程式打开之后 这边有些说明了 大概说明说它是用超音波模组 在做记录的 然后按下这个按钮可以开始结束 然后如果要清掉所有数据 就按下绿色奇标 就会重新开始 那如果都ok的话 我们点击小猫 就可以进入这个实验的画面 那实验这边有一些东西是可以 就是有一个东西可以调整的 就是我们总共那个测量的时间长度 那么设定是从0.5秒到5秒 那大部分我们做这个实验 因为滑车的轨道距离也是不算太长 所以我们就预设先拉1秒 这样子应该是ok 那按下这个star之后 就是按下这个绿色按钮之后呢 它就会开始倒数 倒数321就可以开始做实验了 我们来看一下画面会长怎样 按下去 321 就开始测量 我就放开 好 它就会这样跑 就时间到了它就停了嘛 那就看它的记录是如何 好 所以大概在最上面有上上上上 大概曲线长这样 它可以看到有一部分有些 看起来有一些误差的地方 但是没关系 就是整个的趋势大概是看得到 好 那这边就做完的第一个实验 那我们来调整一下实验的状态 再来做一次 好 我们把滑车拉回来 那我把上面的砝码去掉一些 让它的整个滑车的重量 减少200克的砝码 好 所以它的质量就少了200克 再做一次 看看它会有什么差别 那 拉动它的那个砝码 就一样的质量 就是用50克的砝码去拉 再看一下 按下去 321 好 就可以按 完成之后可以看到 第二条线 绿色的这个出来 然后刚撞到底部之后 有弹了一下 所以它有记录到一个回弹的情况 不过我们看前面的上升的趋势 明显的比第一次的往上的幅度 甚至还更大 所以代表它的加速度更大 那么再做最后一个的调整 来最后一个调整 我们就把其中一个砝码拿起来 勾到下面这边 好 那勾上去之后就变成 拉动的 拉动车子的力量变两倍 有个总质量没有变的情况 好 那再一次 开始 321 好 其实目测会 就知道说 这差异蛮大的 好 来看一下曲线 好 上涨的非常明显 最后有撞到 之后弹回来 好 弹回来就会变成这样子 好 所以呢 比较它往上升的趋势的话 可以看到 呃 质量变小了 它的加速度会变大 那如果实力 质量没有变 实力的力量变大 加速度也变大 我们就可以用在 呃运动学实验里面 让学生去看图啊 然后回头去呃 提出他的分析 好说加速度跟质量 还有受力的关系是什么 好那在国中阶段用这个定性的分析 就可以了好